哇!今天天氣只有五度而已 但是現在是深冬了 不過今年的冬天好怪,天氣好暖 對面那種大廈已經起了十二層了,幾快手 不過跟香港比起離特曼了 今天要去斯加布爾和Downtown Toronto 到時有些東西給大家看 大家見不見到我前面那兩個購物卡嗎? 再看地下的東西多垃圾、多骯髒 周樹丹 哎呀,杜魯多政府收藏了這麼多那些 不是那麼好的難民,真是 搞到加拿大變成這樣 我以前在那邊變成這樣而已 我想他們很多人根本都不喜歡這個加拿大 都沒有加拿大那些價值、信仰和觀念 怎麼會這樣做到這兩方這樣呢? 嘿,你好,我是Peter 現在我坐近十幾天再去斯加布爾 去完斯加布爾就回到Downtown Toronto 今天天氣就來到北約五度 現在是深蹲的 Mega是很舊的十路線來的 因為這條拉是舊的拉來的 我看到外面那些樹 我現在來了斯加布爾 這個又是一個新開了大約不到十年的 這個也很久了,十幾年了 這是華人的Pasar,商場仔 這裏一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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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嘟嘟都能見到 都是很多那些華人商場來的,斯加布爾 這個才是我剛才所說的 開了不夠十年的華人的Pasar 又是,主要是買東西吃,就是吃東西多於一齊 叫做金鐘城,在斯加布爾 叫做金鐘城,在斯加布爾 這個就是一個三十幾四十年很舊的華人商場 美蘭中心 這裏就是Finch和Midland的十字路口加階處 剛才的美蘭中心就是這個咖啡式的衣藥大廈後面 現在就下來了很多了 有去過酒店買一張酒卡送給我的朋友 今天星期會見到他們 因為我不懂得買禮物的 我想送酒卡是最好的 如果他們喜歡喝酒的話就最好 如果他們不喜歡的話也可以送給其他朋友 是否最方便 我現在已經來到Sopping Mall下面的Food Court 買了一杯咖啡 還有買了一份Montreor Smoked Meat 就是這一份了 Montreor Smoked Meat 我經常來這間經過就買的了 今天剛剛好來到最後一部分 我買了它還有一邊邊的我不愛了 因為是最邊邊的那裏了 這一塊帶一點點肥 無所謂的 因為我經常都絕食 很少吃肥的東西 偶然吃下都很重要的 因為人的身體一定要平衡 所以你什麼都不吃是不行的 或者只是吃某一樣東西 吃得很多又是不行的 好東西都會變壞的 所以一定要均勻 遲離了 剛剛好買剩最後都不夠5%的Montre 就是這一份了 因為它剩下最後這個Session 所以沒有辦法了 平時可以幫我切得很漂亮 但是無所謂了 剩下一塊就有些肥 那是OK給我 因為我剛才所說 很久都沒有吃過肥的東西了 所以外國的人挺好 我剛才還在拍給大家 看看我這個 Nontre Osmode 有一對外國的男女夫妻 三十多歲 她立刻停在我桌上等一等我拍完 然後她跟我說 她說good food 她說good choice 她說good choice 多開心 和我笑 給我一個大帽子 所以別人很有禮貌 在那裏 culture 因為我又要趕著來這裏 附近辦事情 如果吃了東西來的話 就會很問很問 有一兩個地方 我都去不了 別人會休息三天的了 那我為了來這裏 希望遇到她 還有一個Montre Osmode 叫我一杯大型的咖啡 因為昨天不是睡得很好 所以要提神 這個就是我的Montre Osmode 很好吃的 你相信我說 我吃了很多次很多年了 剛才剛剛試了我這個Montre Osmode 雖然說是最後最後那裏 我需要吃些肥的食物 牛扒 Prime Reap Montre Osmode 我也很喜歡吃 那邊這些焦了的肉 鹹鹹香香 但是是最不好的 轉期不好吃 因為這東西是生癌症的 因為高溫燒的時候 產生的化學物質是致癌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些燒烤的食物 盡量少吃 酸的食物 尤其是smoke meat 真的不好經常吃 因為它smoke的食物 世界那些衛生組織都說過 smoke meat 鹹的食物 醃的食物 鹹的食物 酸的食物 磚炸的食物 全部都是指癌的兇手 所以大家要記住 忍口 偶然吃一點 那就OK 本來是想在斯加坡 找一兩間餐廳去吃 然後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但很可惜 沒有辦法了 因為 在那裏辦那兩件事 遲了一點 所以一定要趕下來單攤 辦其他事 沒有辦法拍給大家 不要緊 大家可以看著我那個 一個人到處吃飯 那個Session 有整四百八十幾個Video 那你去看一下 有些挺好看的 這隻狗 剛才有些大肥的地方 那不是經常吃就無所謂了 吐完吃一下 其實那些肉 應該是帶一點點肥 才好吃的 咬下去 如果不是只有肉 就會比較乾 但這個Montraal Smoked Wheat 就算你沒有脂肪也很好 因為它已經做得很軟 其實我想那個道理 就像我們香港人吃的叉燒一樣 一定要帶一點點肥 才好吃 咬下去 比較滋潤 那當然 如果你就是吃瘦的話 就會比較乾的感覺 那當然 好的叉燒會做得很嫩滑 不過我始終是帶少少 10%的肥 吃東西其實很 講每個人口味 有些人喜歡就是吃瘦的叉燒 有些人喜歡吃還有很多肥 那就看你自己的口味 和你自己的身體健康的情況 唉 淡淡肉 真是 男人的浪漫 對我來說 真是吃瘦的 很舒服 其實真的要少吃肉 但肉 吃得多 是對身體非常不好的 那 我都 來加拿大這麼多年 慢慢慢慢習慣到 吃少些肉 吃多些蔬菜 是對健康是好一點的 一來又可以少殺身 大家不要看到這個肉 以為是紅嘟嘟味熟 就不是很熟 不過它是醃出來 是這樣的顏色 好像這一塊我就不吃了 因為它太焦了 還有一些肥 黏得 即是沒有辦法分拆來吃 那就不吃它了 唉 很開心 給大家看一下 我終於買到我最喜歡吃的Corn Black 我已經有三個禮拜 都來過這個地方 來了起碼大約五次 但都沒有Corn Black 買光 因為它拿貨量很少 而且一來就被人買光 今天終於被我撞到 立即買一個吃 唉 真是一流 很好吃 不過呢 對健康非常不好 雖然你說熟米很有益 不是 它要油 那個saturated fat 和脂肪加上60% 即是吃得多 分分鐘爆血管 老蔥血 所以唯有迫自己少吃多滋味 唉 年輕真的好 我以前小時候 或者是少年的時候 這個Corn Black 我一下子就可以吃光 一些感覺都沒有 唉 現在呢 其實說實話 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蛋糕 這個Corn Black 又不是蛋糕 又是麵包 混在一起 我都可以馬上吃光 不過吃完之後就慘了 我想百病重心 很不舒服 因為不像小時候 小時候吃完食物 一兩個小時就消化了 好像沒有吃過 餓到有 現在會失去胃 所以趁現在年紀輕 就吃了 我跟你說 你不要以為 Corn Black 是熟米應該有營養 不是 這個Corn Black 它的 fat 和saturated fat 加上是65% 你整個吃完之後 分分鐘會爆血管 血壓高 心臟病 所以 唯有 逼自己少吃多滋味 但是呢 我始終 都不可能說 會 切一塊吃一下 第二天切一塊 再第二天吃一塊 我通常都是兩天就吃完了 一次吃一半 都是非常危險的了 一趟新鮮 立刻吃了 放久了 就不好 好了 我已經吃完 Montrior Smoked Meat了 又喝完我的咖啡了 要回去Missar Saka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麼簡單的視頻 下次見 拜拜 這裏就是Missar Saka 一個 差不多60年歷史的古老 的Suprink Pasa 魔仔 那裏就買了那個 凍飲料 順便一嘆 先 恢復一下神 我現在呢 已經回到Missar Saka 就在一個 那裏的Food Club 那裏買了凍飲料 說起你都不相信 今天出去坐濕圍 因為我來回很多次失遇 四次失遇 都是說前面的站出了意外 要停車 等了很久 後來去到那個 Yangambura 最大的站 還沒到的時候 前一個站是Wellsley 他說這輛車要Bypass 不去那個Yangambura 因為我要去Yangambura 轉車去Kibling 哇 那我就要出 在Yangambura 那裏出了車 那很多人就在那裏等 就想著 最多是十分鐘 十幾分鐘 就OK了 但我想一下 沒那麼多人等 沒位了 那我就轉了 坐另外一個 一條線 落了很久很亂 蹲到那個大灣 又蹲上來 再轉另一條線 就是Skip了Yangambura 那裏 哇 足足 浪費了我差不多二十幾分鐘 然後我就坐Skip了 去Kibling 那裏又是差不多四十分鐘 差不多到Kibling的時候 那個地鐵廣播說 現在剛才的Yangambura 那個案子就已經 消失了 全部復航了 這樣 哇 幸好我沒有在那裏等 如果不是等到 至少四十五分鐘 大哥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說 這個時候遲到 不是我自己遲到 是一些室內遲到 你又信不信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在多倫多 唉 不過幸好我辦的事情 都已經耗了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我已經辦好我在Skip了 和Downtown的事情 所以你就慢慢慢慢當是 遊車可 去塞車 或者塞了事故 無所謂 等下一班 就好像我這樣 再轉一轉 幸好這次 我又可以坐到另外一條線 有時候沒辦法 就在那條線是沒得轉的 就是這樣就慘了 唉 不過挺好的 今天一切都很順利 除了一些室內 就是要停了四次之外 一切都托乃托乃 那好吧 在這裡祝大家 身體健康 晚視而言 記住給個Like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 好了 下次見 拜拜